接下来继续,OSI,OSI里面的一个部分叫做线揽,线揽啊,这块线揽部分啊,线揽 我们网络网络嘛,就要拉线啊,就网口,对不对,还有我们的路由等等是吧,那在我们的这个线揽里面 线揽啊,大家可以看到无数不在的线揽啊,比如你家里面肯定有关线嘛,对不对,也有那种我们的网线 电脑网上也插网线嘛,对不对,那这种线揽也分为几种的,这种类型啊 我们,线,线揽了,没错啊,有分为几种类型啊 我们正常的有分为光跟电,光跟电啊,声音有点那个聊啊,而且不是非常准,线揽了 光跟电,光,光口实际上我们家里应该都有用过,有些人用过,现在基本上都使用什么,光猫,光猫嘛,光猫,路户的时候是光签,光签啊,光签嘛 是吧,而电口就是我们电脑上面,现在用的一些RJ45的,RJ45的接口,是吧,RJ45的接口,就是我们电口,RJ45的接口 OK,那这两种是有一些区别的,有些区别的,有些区别的,是吧,有什么区别呢,几个例子啊,我们电的传输是通过,比如说我们电的传输啊,是通过我们的电流 电流就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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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对不对,传递这些,呃,我们的数据啊,比如说0或者1,01对不对,电流通过 为1,断料为0,这样子传递我们的信息,而光传输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光传输就我们通过我们的光,发射光啊,光发射转,你看这个管道里面,发射光,发射有对方 有没有有没有,或者是颜色在变的时候,进行一个光信号传递啊,那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在电流传递的时候,有个问题,有个叫什么,电池干扰 电池干扰,对不对,什么电池干扰呢,就是我们的电流在传递的时候,它就产生一个电池波,电池波会干扰到我们的一个 鬼村,电池波会干扰到我们的一个,就信号传递,信号传递啊,啊,你可以想象一下问题啊,叫我们电流传递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磁场啊,磁场一些干扰,无理上一些问题嘛,对不对 嗯,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啊,如果是在用电传播,你越远啊,你实际上它的一个,首先我们电池会干扰,这是一个,电池干扰,第二个什么,它有电阻 电阻,对不对,会造成它的一个信号衰减,比如说我们,那铜线,铜线啊,铜线如果比较细,你的电阻就比较高,是吧 我们铜线嘛,比较细,越细是不是电阻越高,比如说我们传递很大的电流,对不对,会用粗的线,是吧,一是一样嘛 所以说,你会发现,如果想要把电阻降下来,就是我们电流啊,那它更充顺畅的传递啊,我们需要用到什么 更粗的铜线,铜线的价格是很贵的,铜线的价格是很贵的,那关签有个什么好处呢 关签,实际上它是用玻璃纤维,玻璃纤维,是吧,它里面实际上是用玻璃纤维做的,是吧 这种价格就比我们铜便宜多了,而且不会被我们所说的电池,电池场景干扰,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简单的,举个例子,碗线,这是一根碗线,好 这个黑色的是一条什么,我们所说的一个电源线,电源线的一个辅数是220伏嘛 对不对,220伏,是吧,220伏的,那我们的碗线如果跟这个电源线放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啊 当我们这边电流往这边通过的时候,对不对,通过的时候,你发现就会产生一个叫什么,电池场 电池场,电池场产生会把这条碗线的一个池场给干扰掉,是吧,会造成一定的信号衰减 这是我们的一个电的一个缺点啊,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一个RJ45经常使用的那种碗线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用的嘛,网线嘛,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特点啊,如果你跟那种普通的电源线啊,一起放在很近的地方,有可能产生一些干扰,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它换成一个关签,如果这个是关签线,这条是关签线,关签线的话,它有个特点,就是不会受到这个我们的电池场的干扰,关签线,不会受到电池场干扰,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我们布线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的强电啊,我们这种像做落电啊 落电啊,落电就是我们网络,不能是做的落电,强电就是我们的220伏,这叫强电 是吧,这个是我们,对,我讲的会比较慢那么一点点啊,也比较细一点啊,是吧啊,我建议是这样子啊,你们听课是听完了我的课,再听书老师的课,你会发现,从我这边砍怪砍完之后,再听书老师课就听得懂了,是吧啊,大家一定要有这种过程啊,我们会讲的比较慢点,是吧 一种叫弱电,一种叫强电,强电,强电有个特点啊,强电的特点就是,它的电流是比较大的,电流一大,磁场就大,磁场一大就会产生一些干扰,干扰,干扰有可能就干扰到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正常的网线啊,正常网线大概就 我想想几幅啊,正常的网线就五幅而已,忘了,几幅忘了,我记得之前记过五幅还是三幅忘了啊,正常的网线嘛,是吧,那你会产生干扰就把这边的电,我们的电信号干扰了 是吧,如果把它换成我们的一个关签,就不会产生干扰,所以说现在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关签,就这个原因啊,不容易受干扰,是吧,不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是吧 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我们的logo使用,我们现在家用的使用那种啊,普通的网线就是RJ45嘛,RJ45的那种,是吧,我们,是吧,线缆的呗,线缆怎么样呢,是吧,线缆怎么样,是吧,线缆怎么样,是RJ45的,它有几种方式啊,一种是把线里面囤线加粗,加粗,这时候它的一个电阻就变小了嘛 电阻就变小,电阻变小,电流就可以通过更流畅了,对不对,电阻变小了,对不对,是吧,加粗,电阻就变小了,是吧,那我们的电流就更流畅了,所以说,网线两种方式,一种是把那个加粗 对对对对对,有关键等一下再说,先别急,我们等一下会讲 加粗是一种方式,把电阻降低了,是吧,这时候可以传递的更远,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了有电池干扰,对不对 电池干扰,电池干扰怎么办呢,大家想想看,我一个电信号传递有电池干扰,我们就要加上加频密线,加频密嘛 没有,加频密对不对 加频密,加频密,包了一层铝箔,外面一层加,包了一层铝箔,这个时候就可以防止外界的一个电池干扰,是吧,这个也是一种方式,OK 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几种,一种叫做频密线,非频密线,是吧 还有一种是什么,五类线,超五类线,还有什么,我们的六类线,实际上还有什么,七类线,是吧 我们正常使用的比较多的,基本上都使用五类线跟超五啊,六类线也会有,有啊,但是比如说,我们比较核心的基法会使用六类线啊,比如我家里现在都使用六类线啊 六类线啊,六类线什么意思啊,六类线有几个点,一个是,线加粗了,线变粗了,线蓝变粗了,变得很粗啊,你看不,你会发现六类线,线是很硬的,又粗又硬啊,对不对 这个是六类线,我们电,就像我们的网线嘛,大家家里有网线嘛,对不对 网线实际上也有规格的,有规格是有五类线,超五,还六类线,还七类线,对不对 我们几个点,第一个,五类线,五类线它的,同心肯定是比较,比较细的,就是它里面同心嘛,比较细一点,就是我们的线蓝比较细,比较细啊,五类线比较细一点 是吧,超五类线,它的一个线蓝就粗那么一点点,是吧,粗那么一点,超五就粗一点 六类线,它的一个绞线不一样,什么绞线呢,里面线里面是有绞在一起嘛,几条线把它,比如说绞线嘛,绞线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像什么样啊,什么绞线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有点不科学啊,好像没讲到绞线 绞线啊,这也没讲到,绞线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的网线啊,在这里面是捆在一起的,是绞在螺旋式的把它捆在一起 而我们的五类线,它的绞线方式啊,跟六类线还是有区别的,六类线的绞线是绞的更好,是吧,它的绞的是更紧密,是吧 还有它的分层结构,分层结构,很多同学说因为它的一个,比如说大家五类线啊,五类线这样子,是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是吧,就变成这样子,这个水镜头对不对,这是一个水镜头长这样子,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五类线,长这样子的,六类线呢,六类线就变成这样子,看 是吧,长这样子,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呢,还漏了一个,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呢 是吧,它的原因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排序哦,它的线是比较粗的,如果说我把它并排呢,是吧 如果把并排会怎么样呢,并排就撑不了了,撑不了了,撑爆了,撑爆了,但是说,如果是把它上下分开呢,就是上面的下面的分开,这时候就可以线捅了更多,线更粗,很粗啊,对 所以,水镜头比较难做啊,六类线的水镜头是比较难做的,比较难做一点啊 基本上我们如果比较大的一个机房会使用成品线,成品线啊,成品线,大家做网络不能是肯定需要跟线有接触到的啊,我记我之前基本上做项目啊,百分之八九十都使用成品线,成品线就是买,买买买买,买到就可以用,是吧,肯定能用的啊,线一米好像是,我记得是三十,一米三十, 三十元,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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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个好处,成名线有个好处啊,可以,就等于说你可以躲避规则啊,比如说这个网线出问题就不关我的事了,是吧,而且成名线有个好处啊,几个点几个好处啊,成名线怎么说呢,你这线是通过机器来做的,就水镜头啊,这水镜头是通过机器来做的,你会发现它的牢固性,可靠性非常强的,是吧,可靠性非常强的,所以说我之前是在做金融网的,金融网络的, 金融网络就是做一些atm机啊,还有一些银行的节点啊,对不对,还有比如说银行的核心啊,核心设备,你会发现金融网会非常舍得花钱啊,啊,我我经常网线没做过啊,我经常没做过,都是成名线拿过来,是吧,来,我们看一下网线长怎么样,刚才同学有发了啊,我们看一下网线长怎么样啊,来,刚才,大家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几个点,一个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叫囤轴电脑,囤轴电脑啊,这个是我们的rj45,就是我们的rj45, 我们家里现在用的,比如像我们的一个电脑上使用的,是吧,都有用,有网口的电脑吗,都有那种rj数的,什么的,以太网口,那,我们集中点啊,我们看一下,这是囤轴,囤轴电脑是什么东西啊,囤轴电脑就是我们所说的,经常说的那个,早期的时候,家里面有没有避路线,大家有没有家里面有什么避路线之类的, 有没有看到,避路线就是这样子啊,是吧,就是一条,外壳是很粗的,里面就跟同心,是吧,这个是什么,囤轴电脑,囤轴电脑啊,囤轴电脑,就是我们早期家里用的,避路线,就是囤轴电脑啊,记住啊,好,这个rj45就没什么好看了,rj45就没什么好看了,啊,我看一下啊,这个是rj45嘛,rj45,就大家都用的这种扣,rj45的扣,是吧,往里面一捅就可以用了,对不对, 啊,这个没什么好看了,是吧,都长这样嘛,长这样子啊,正头嘛,好,接电视的那种是这个啊,是囤轴电脑,囤轴电脑啊,是吧,那种等于说里面就一根囤星,囤轴电脑是一个特点啊,就一根囤星,一根囤星啊,进行传递信号,而我们的网线是有八根星,八星嘛,我们是八星网线对不对,八根星, 八根囤星,对不对,而通轴电脑就一根,是吧,里面就一根囤星啊,但粗,粗状了,粗状了,它的传输距离是有分为两个标准,一个是二,好像一什么二万了,一个是五,二的是两百米,五的是五百米,对不对,好,那我们那个,像这种我们的阵容线啊,这种rj45的阵容线啊,八星啊,它能传输多远呢,我们举个例子, 像五类线啊,五类线从经验来判断,因为我们这种东西说不准的啊,比如说你周围环境非常复杂,有什么各种电脑干扰对不对,说不准的,五类线基本上我们使用 七十米差不多了,七十米差不多了,一百米啊,看你环境啊,我之前记得啊,到八十米的时候五类线已经开始各种衰减了,会出现各种问题啊,比如说偶尔丢包啊掉线啊,是吧,这个不好说啊,所以五类线我不推荐大家一百米啊,七十米差不多了,超过七十米我建议你们使用超五或者六类线啊,我建议你们这样子啊, 我记得六类线啊,比如说你们说超五啊,先说超五,超五的,它实际上它传出几率也不会差多少啊,差不多也就是八九十啊,八九十,建议使用六类线啊,建议大家如果有前程的都使用六类,六类线它基本上能传到一百米是没有问题的,超过一百米我就不好说了,实际上它光发的标准是一百到一百五十米,大家说法吧,但是说你们一定要以经验镜判断, 要去看清楚,拿到一块里面想一想,这里面的一个电池干扰会打,比如说像那种,电源会多,比如说电啊,用电量会大,比如像那种二百十五的电,很多的地方啊,你就要记住啊,千万记得,这种线路的干扰实际上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六类线一百米也买成品嘛,是啊,我之前六类线一百米也买成品,是吧,就这样子,好像买多少钱我真的还真不知道,因为线都不是我采购的啊,我记得当初买线都是十万啊,是吧,一个一个 一个节点十万块钱的买十万块钱线了,是吧,我之前都是这样买,就是我们需要什么线了,告诉他们,他们去采购,我记得他给他们十万,十万的人民币去买线,都是这样买的,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是吧,一个节点大概是两百万的设备吧,两百万的设备,十万的线,十万的线啊,两百万的设备,十万的线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我设计的这个东西啊,你只要满足我的规格,是吧, 这是我们的物理的,底层物理层嘛,是这样子,对,有些是便宜,有些贵啊,具体哪些贵哪个便宜啊,我不懂啊,实际上对我来说没意义啊,我反正不卖线,我只负责设计一个工程,设计这个网络,长怎么样的,是吧,去淘宝吧,淘宝很便宜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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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宝很便宜 如果你是啊,像我们那时候说的啊,公司用的,我就建议你们啊,随便找个代理商去搞一搞吧,或者是搞一些,比如说像那京东,搞一个开个票,像也便宜啊,调试,调试不是我去啊,我基本上这样子设计,设计完之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我会去调试,但是基本上都是下面有人去跑,比如写个脚本,他们去跑,如果说我这脚本有问题啊,解决不了,眼神都解决不了,我就会下去搞,类似这样子的,我之前这样子啊, 主要设计对,设计还是有价值的,你是像网络,你像那种做底层的人,做再多也没什么钱啊,没有,不是说IE只管设计啊,我刚考完IE的时候出去也是这样子的,也是到处跑啊,等一下我们到九点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随便聊一聊啊,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想讲课上内容啊,九点,我们九点都是有啊,打架也有时间啊,大家可以随便聊,好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物理层 物理层啊,物理层里面封有几个,一个是叫,几个点啊,一个叫什么,冲突域,合围冲突域呢,在我们的电信号传递的时候,有几个点啊,来,我们摟一下啊,来,我们摟一下啊,几个点,一个叫做当工,当工传递啊,先看一下当工传递啊,什么当工呢,我这台PC跟这台PC,这两台设备进行发包啊, 会怎么样,我这台电脑只只发给他啊,只能发给他,这条路只能发给他,对不对,我这条线只能发回来,发回来啊,就单向车道,这个道只能给单向,单向的车道啊,这是当工,单向车道,对不对啊,这什么情况下会用到呢,比如说什么关签 关签,就有个点啊,一收,这个收,这个发,收是对对方发给他的,他请接收,发就发给他的,是吧,你会发现,这关签一收一发,是吧,这个就是当工,对某一条心来说,他有两心嘛,一根线里面两根心,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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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是负责收的,一收,一根是负责发的,这是当工,当工的概念,当工,你像大家有边管,就像我们路上的一个单向车道嘛,这个车道只能 能给,比如说,往右的,是吧,往前行的嘛,你不可能说这个道,我还能掉头,往这个道再走嘛,对不对,有些道只能单向车道 嗯,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看吧,半双工呢,半双工就像那一说,我这个车道,等你进了过来,我也能过去,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这是一条路,对不对,你这个轮是可以过去,对不对,我同样的,等我这走完了,你只有一辆车嘛,这个轮走完了,走完了,走完之后呢, 我对方才能过来,是吧,同时只能有一个方向的,是吧,你一辆车过来,另外一车过不去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也过来,就过不去了,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半双工,半双工,是坑爹的一种方式啊,等一下我们讲讲了,也是有问题,那最好的方式这样子啊,是吧,一个是往这边走,一个是往这边走,这条线路就说支持,收发,我是往这边走,也没问题, 这边往这边走,也没问题,双向,双向车道啊,我们叫双向车道,叫全双工啊,我们现在的设备都使用全双工啊,对不对,对讲机是属于半双工,对,没错,半双工,对讲机是半双工啊,比如说我讲完了,你才能讲的,对不对,这半双工啊,对不对, 像我们电话,打电话,手机来,手机来打电话,是属于全双工,比如说你讲话的时候,对方,对方也能进行讲话,对不对,你讲给他,他也能讲给你,对不对,这样子啊,电视机属于,单工,单工啊,电视机属于单工嘛,别能发给你的,我就,我,实际上他只能他发给你的,对不对,你发不了他嘛,类似这样的概念,对不对,电视机啊,不过现在高端点电视机啊,可以做到那种,比如说,比如说我们, 现在电视机嘛,很多都使用那种,我们的网络,叫数字电视,数字电视嘛,数字电视就是使用我们那个什么,RJ45的,就是像我们的网线,对不对,就是我们的网络,网络,就是网络嘛,是吧,大家发现啊,插一根网线嘛,就可以那种,是吧,是数字电视,这时候使用网络的,方式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数字电视是什么特点啊,他们,像管电准机啊,都想跟那个电信分一根啊, 怎么做啊,他这样子数字电视,拉一条网线进来啊,他说,哎,你拉进来这个线啊,拉进来这个线啊,我可以给你矿带啊,拉一条矿带给你啊,是吧,直接从那边封一条线给你就可以了,你就可以上网了,他说,哎,你来我这边包那种夜珠看电视啊,比如说我们夜珠废胶了,他是给你送矿带,送矿带,对不对,想跟电信针,电信联通针嘛,对不对,有些地方确实也有这种需求,因为价格便宜嘛,有些人只是看电影啊,刷微信啊,是吧,不玩游戏啊,这个就无所谓了,对不对,像 我们比如说要求比较高,线上直播,如果大家同学们都是觉得这些上个质量不好,我就干嘛,我再拉一条线,拉一条电信,就是这样子啊,实骂,实骂,没错啊,肯定实骂了,他不是专业做这个的,好,这刚才啪啦啪啦啪啦讲的要对啊,来,我们看一下,这管电的宽态,就是肯定啊,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极限器,何为极限器呢,对于这台极限器来说,就是hub啊,hub啊,什么叫极限器啊,我举个例子, 简单例子啊,简单例子啊,A,这台A啊,A,B,对不对,原来我A跟B啊,你的线我就接到B就过来,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的C这边,同样你要啊,我就再拉一条,实际上就分出来了,大家是一种连接的关系嘛,我这边D也跟他连接过来,是一种物理上的连接啊,物理上的一种连接啊,你会发现,A跟B之间,它的线缆中间是直接连接起来的,C也是,D也是,直接物理上的连接啊, 物理上的连接,物理上连接有什么特点呢,你比如说,A发送了一个电流,是吧,我们电流嘛,发送了电信号,对不对,会怎么样,A发送了电信号,B这边就收到,C这边也就收到,D这边也就收到,对不对,是这样子,我们这一发送的电信号,是不是所有的设备都收到了,那有个特点,A发送了这个信号的时候, B带设备就不能发了嘛,C也不能发,D也不能发,大家等着嘛,排着队等,等着他,对不对,等你发完了才发,对不对,不然大家一起发,发个P啊,对不对,比如说,我A发送了,A发送,B也发送,C也发送,D也发送怎么样呢,大家,大家堵在那边嘛,我怎么去分别,谁发送呢,我们就堵在那边了嘛,所以说,我们这很关键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Hub里面啊,因为它内部是只用物理上的连接啊,物理上的连接啊,对,物理上连接,那物理上连接,那我们A发送的数据啊,这所有的设备都能收到,因为我发送的一个电信号,这个线路是串联在一起的,都串联在一起的,你发现这个特点啊,那Hub有分为什么,有几种啊,有缘了,无缘了, 有缘了什么意思,无缘的谁说,无缘了,就是像我们这种呢,线路直接串在一起啊,结串在一起,就要无缘了,就没有没有电的嘛,不用电的嘛,对不对,我们的Hub现在看到,都是要用插电,对不对,是吧,无缘,缘嘛,对不对,是吧,Hub,缘,电源的缘啊,就是不用电源了,不用电源了,不用电源了,不用电源,你看,ABC就可以复向兴讯嘛,是吧,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A发送的设备已经是ABCD,所有的设备都能收到,这是一种,那这种无缘的有个特点啊,我信号会衰减,对不对,A发送的信号,所有的东西都跟他分高嘛,所有设备跟他分高,这时候他的一个信号会衰减的很厉害,那我们加一个电源,有个功能叫什么,换大器啊,换大器啊,把电信号加强了, A发送信号,我经过这台设备的时候,这台Hub的时候,把你信号加强了,是吧,就实际上有点像放大器的功能,是吧,或者叫中气器啊,中气器啊,类似这种功能啊,中气器,就是把那个电信号给放大一下,功率放大一点,把电压放大一点啊,才能传得更远,对不对,那,总结来说,Hub有个特点, 就是他一台Hub是一个冲突域,冲突域是什么概念啊,冲突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电信号都在碰在一起嘛,你发送,A发送数据包,B就收不到,B也收到,C也收到,D也收到,但是说,A发送数据包就在发的时候,B是没有发生出来的,C也没有发生出来的,是吧,是冲突域嘛,冲在一起嘛,堵在一起嘛,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的冲突域的特点,接下来,一个广播, 广播域,什么叫广播域呢,比如说,我刚才发送的数据包,谁数据包,广播域就是说,A发送的广播,B,C,D也会收到,等一下我们再讲广播域,现在不讲,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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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好吧,接下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Hub长什么样,Hub基本上长这样子嘛,比如说非常多个接口, 是吧,这边有个电源,是吧,这是有缘的,是吧,哎,几个简单例子,很为无缘吗,无缘啊,大家有没有用过,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USB Hub,有没有用过,有没有用过USB Hub, 你没用过,大家有没有用过什么USB Hub,插电脑上嘛,插出来,就分出来好几个USB嘛,对不对,那个USB Hub,你会发现,插一个口分成好几个口,你需要再插其他电源吗,是不需要吗,这就是无缘了,是吧,我们正常形容都是使用无缘的,那如果说,有些人要说,哇,我的USB插,你没反应,怎么办呢,我就要买一个,有缘了, 就插个电源,对不对,插旁边插个变压器啊,或者再插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是叫有缘的嘛,对不对,对,带不动固带,就插两根USB嘛,对不对,就把电源加强一下嘛,是吧,那这有缘了,我看一下,跟我们家用的一个,一样呢,跟我们家用的那种,怎么交换机路由器有点像,你看,怎样,这口都是长一样嘛,对不对,但是内部里面是通过物理的一种线缆连接, 比如说我几个人跳蟹嘛,当时每个口都有个换大的功能,把电信号换大的功能,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所以技术上来说,Hub是最简单的,没有任何难度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共享,大家共享这个带宽,比如说这个接口是千兆的,是吧,千兆啊,这台设备只能千兆,比如说你这个接口是千兆的,每个接口都千兆的,那整台设备的性能最高的时候只能达到千兆,是吧,不可能超过这个千兆,这是一个点叫共享性,共享性啊,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讲,比如说大家,你在Hub上面,只要一招包,就能看到你所有的聊天啊,或者银行卡信息都知道,是吧,等一下我们再讲,好,目前基本上我们Hub已经,把它给去掉了,好吧,来,我们继续啊,继续啊,不好用,Hub已经不用了,基本不用了,是吧, 不用了,大家别那么超浅了,是吧,有些同学第一次听啊,或者是没有基础的,我们尽量很简单的啊,好不好,怎么了,尽量不好用,微码有能用,Hub,我刚才说过了,Hub是非常简单的,简单,是吧,里面物理性能连接就可以了吗,它的价格便宜啊,价格一下以后呢,就像, 像四五十块钱,四十到五十块钱就够了,对不对,是吧,够便宜嘛,是吧,早期的价格很便宜嘛,四五十一百这样子啊,就便宜了这个要命,而交换机啊 交换机一台,我记得,当初有买的那个十颗的,二九六二九四零还是五零万了,反正挺早的,那个设备一台好像要两千多,两千多到三千这样子啊,很贵啊,交换机当年是非常贵的,Hub是非常便宜的,因为它简单嘛,对不对,现在交换机就便宜了,白菜价啊 交换机啊,等一下,交换机还没到,等一下我们会解释,先等等,我们先慢慢来,交换机是一个接口,一个冲突语啊,是吧,所有接口一个广播语,没错,这没错啊,二层交换机这样子啊,我们后面慢慢写,比较喜欢微练啊,喜欢创歌,后面还会再分隔那种广播语,我们先别急啊,慢慢来,白菜没关系啊, 只要你认真听啊,后面就不是白菜了,好吧,来,继续 我们刚才说过,它的一个冲突语讲这样子,比如说发送个包,OK,我到这边,他也发送个包,两个碰在脚,碰在一起怎么办呢,你退回去,他也退回去 接下来,我要等个时间 比如说,我等两秒,好,你这边等一秒 等一秒,等一秒,一之后我再发送包,发送出来包,哎,你这边等两秒嘛 我刚好就这边可以接收到,哎,这边接收到了,这边就抑制了,我就不发了,对吧,你发我了,我就不发了,对不对 我看一下动画,我这边也做,哎,没动画 我记得之前有帮他做个动画,忘了 是吧,就这样子,第一个,我先发送出来,他也发送出来,OK,两个碰车了,碰,碰在一起啊,好,你退回去,我退回去 好,你等两秒发送,我等一秒发送,是吧,随机一个时间,有可能他等三秒,或者他等四秒,类似这样子,无所谓 那你一秒的肯定先发嘛,我再发第二个包,放出来,是吧,一秒发送出来嘛,这两秒的,是不是,还剩一秒,对不对 还没发包嘛,这时候我放进来给他,这时候他就不会往外发送嘛,对不对,就这种特点 好,这是一种方式啊,这是一种方式,来,这是第一个,听,啊,冲突,砰,转了,出去 是吧,又碰了,碰了,碰了怎么样,接下来我们等待一个时间,随机的一个秒数啊,比如等几秒,几秒钟啊,随机的一个时间 好,接下来呢,怎么样呢,再发送数据包,刚才说过的啊,刚才说过了,我们就不详细讲了,不想讲,接下来到我们的数据链路程 数据链路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原来是,电流啊,电流信号的,强落,是吧,强落啊,电流信号强落,好,记一下啊,这个点 把这个笔记做起来啊 好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刚才说几个点,第一个,我们的物理层,物理层里面包含了线浪 线浪啊,对不对,包含了一些线浪,线浪就是一个光,一个电,对不对 对不对,关口,跟电口,对不对,电口是我们现在的RJ45,它的顺序,哎,顺序下面有讲啊,我们后面再讲 关口就是我们的,呃,比如说我们的叫什么,一个是我们的,叫什么,单模,一个多模,好 因为等一下,等下讲讲啊,觉得,哎,这个课件有点问题啊,来 接下来到我们的一个物理层的hub hub是什么意思啊,hub实际上是,中间是经过,经过我们的物理线浪啊 hub是物理线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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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浪,物理线浪,物理线浪,物理浪 比如像我们的电信号冲突 电信号冲突 就我们所说的冲突域 冲突域就是这个意思 漏了一个RJ15 不好意思 刚才写打快了 Hub 就我们电信号 电信号冲突 没错 这没错了 接下来继续 我们 Hub里面也分为有缘的 有缘的 和无缘的 有缘的无缘的 其中我们有缘的 有缘的叫什么 有缘的Hub 无缘的Hub 对不对 无缘的Hub是什么 有缘的Hub的意思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那一个 有放大 放大 放大 电信号的功能 是吧 无缘的 无缘的呢 电信号 缩减啊 OK 放大整形啊 哦 那整形啊 好整形 OK OK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Hub 接下来我们刚才讲到什么 已经前面也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到我们的数据电路层 数据电路层里面也分为几个啊 就是我们现在之前的电信号电流嘛 强弱 电流强弱 对不对 电流强弱 这是我们的一个物理层的特点啊 物理层特点 对不对 那到我们的这个 数据电路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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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我就把电信号转换成 转换成 转换成0101嘛 这样子啊 其中 mark地址 其中生成了 其中我们的一个 mark地址表达嘛 可以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数据电路层 数据电路层 来 看一下可见了 数据电路层就这样 这样嘛 我们早期的时候怎么用什么令台 令牌环环了 对不对 还有我们所用的802.11 无线对不对 等等一系列 这个有训练的朋友去看一下 分装方式 没什么意义 那我们那个真 真啊 真的一个特点 真的一个特点 也分为几个点 就比如这种包头啊 包围啊 对不对 还有数据最主要传输的是这块数据啊 出现这对的 对不对 好 原来转换成二金字 对 二金字啊 为什么是二金字 我们上前又讲过了嘛 对不对 二金字 因为我们的电流传递的时候啊 在我们计算机里面电流传递对不对 只有两个一种是开关开关开关 早期的电脑就这样子啊 因为它的一个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们都使用0101嘛 对不对 对 电脑只识别二金字啊 从早 从早期的这到现在 实际上现在电脑能识别到我们的 16进制 或者是更多的都能识别了 但是说早期设计的特点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电流早期电流 对不对 它的一个识别度很低 它只能识别通断 实际上现在我们电子设备能达到精度是 可以识别阶梯式嘛 比如说电流高点低点高点低点 它可以非常微妙的可以识别到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后话 后话 好 我们休息 实际上是这样子 在我们的数据电路层 我之前也看书本上写的 因为这个也是理论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数据电路层也分为什么 上面的数据电路层 还是下数据电路层 分为两块 上层的 是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针 真的吗 对不对 下面的什么 是我们的一个比特 比特 类这样子的 是吧 它也分为上下的结构 是吧 下面的就是比特 我们0101 物理层 实际上你想想物理层什么意思 物理层实际上做什么 我们的一个线缆 是吧 电线 线缆 接口 标准 比如说还电压 这种标准的匹配 在物理层上 你别把物理层理解为011 011 物理层是不是非常正确的 应该是叫数据电路层的 就是下数据电路层 还有一个上 就分为两层 数据电路层实际上分为两个层面 是吧 如果要说清楚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之前查一些文档资料里面 是有这样的说法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标准的 而物理层实际上是很 就很单一的一件事嘛 它就发送电流 电流强度 比如说你是5伏的 5伏的电压 对不对 你如果给个10伏会怎么样 就爆掉了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说的 所以数据电路层是识别0101的 在这个下 数据电路的下 是还有分为两个 一个上一个下 我记得这样的说法 不要纠结 纠结太多 你发现学不会 而且有点阴 是吧 我之前考过IE之后 我后面回过头来就想这些问题 就懂了 对物理层只是一个电信号的传递 只是电 是吧 你要经过转换 转换为01 实际上是要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进行处理的 这时候就不是物理层了 就出去电路层了 对 你要想清楚就可以了 来 千万别丢结 你只要网络 起网络这样子 一口气往前冲 等一下我现在说 现在说聊太多也不好 来继续 我们数据电路层 一个点 一个是 mark地址 我们现在刚才看过mark地址 mark地址是什么 大家看到什么01 什么 干F什么 对不对 F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 这FF什么意思 大家看到什么FF 或者是什么 什么AC 什么这样子 你会看莫名其妙的 有F也有AC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 16进制 16进制 特点是这样子 123456789 好 10进制这样子 如果 我们的10进制 10什么意思 就10 为什么10 是逢10进1 逢10进1 所以说10 这10进制 那如果是16进制 逢10 10是A 对不对 到10 就A了对不对 因为你没进1 我还不会进1 我就往上加 就变A了 12呢 C B C呢 13 14 15 16 是吧 16没有 对不对 这样子 16什么 16就是凡16进1 到15对不对 16就是10 16进1 这个 是一种计算方式 哎呦 这位同学刚才掏出了计算器啊 这也对啊 来 这个年代啊 你们记不住 背不下来 都无所谓啊 只要能理解 好 掏出计算器来 能搞定就可以了 我们先点一下程序员计算器啊 程序员计算器里面也分为几个点 这个是我们的10进制 这个是16进制 来我们写啊 比如说我们选择15 15 这边就变成什么 F了 16进制 F啊 如果写10呢 就A 11呢 B 12呢 C 这个是程序员计算器 它会自动的帮你转换 这D1C 这个是我们的10进制 你可以点10进制啊 上面10进制啊 这个10进制啊 这个10进制啊 这个10进制 我没用过啊 请不要问我不懂的 我也没用过啊 是吧 我们真正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2进制 10进制 16进制 OK 其他进制啊 如果你有需求的同学 你去上网摆搜一下吧 这个现在无处不在的网络啊 好 17按16 这个是我们的进制啊 麦克地址现在都使用16进制 为什么使用16进制啊 就为了容易表达嘛 大家能看得清楚啊 对不对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使用的IP地址 IP地址 比如说32比特 对不对 32进制 对不对 32比特 不是进制啊 32比特 你如果你用2进制写 就要写32个一条回去啊 一大堆啊 是吧 写音了 是为了容易我们大家 为了我们能容易去查看啊 麦克地址也是一样的 我们后面再讲 就慢慢讲 是吧 后面还有讲到啊 来 60进制 没有什么60进制吧 没有过什么60进制啊 16进制 16进制 16进制啊 麦克地址是16进制的 不是60进制啊 好 别搞错啊 哦 时间是60进制啊 对 哦 对没错 我我我还真没想过 没想过 啊 十中式没错啊 逢60进一 逢60进一 好吧 有道理 有道理 啊 有道理啊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啊 好机智啊 这个东西好机智啊 发不发吧 啊少不了一下 来继续啊 继续啊 数据电路程 啊 我们刚才说过几个点 还有什么 网卡的速率 速率匹配吗 对不对 我们大家有知识运吗 对不对 比如大家家里面是100兆的 是吧 网卡网口吗 对不对 还有千兆的 现在基本上千兆比较多嘛 对不对 那双功呢 先别纠结 别纠结那个问题啊 像我们时间是没有说 完全按照那种什么六十金子 对不对 这个东西说不准啊 说不准 是吧 不要想太多 要纠结啊 要纠结我们客户在讨论啊 好 接下来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个双功匹配 全双功半双功自适应 全双功就是要来说 我们打电话呀 打电话什么特点呢 你同时可以说话也可以 你说话 别人也能听到别人说话 对不对 比如说跟别人吵起来 对不对 我两个老天吵起来的 他也要说话 我也要说话 两边吵起来 那就全双功嘛 大家都能听到 对不对 半双功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用对讲 对讲电话 你哎 你说完了 好到我了 就这样子啊 对不对 听了客气还跳 对不对 怎么了 歪门血道 好吧 反正大家有什么新的一些思路 也可以讲讲 为什么呀 不好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咔嚓掉 好的 就大家去消化一下 好不好 这没关系啊 数据电路上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 都是一些交换机嘛 交换机啊 Hub是属于什么 我前面说的 Hub属于哪个层面呢 Hub Hub是哪个层面呢 Hub 先说Hub Hub是什么层面呢 比如说我们说Hub里面是通过物理线来进行连接嘛 所以物理层对不对 真的没理解 因为中间是通过物理线路进行连接嘛 因为这个点我觉得很奇怪 很多东西一直搞不懂Hub是物理层啊 因为Hub里面的线路是物理上的一个连接关系 所以物理层的 而交换机是通过我们的一个 不是说物理上的一个连接啊 它是通过比如说我这1就0101了 比如说高低的电流 高低的电流嘛 或者通断的电流嘛 进来对不对 高低电流进来 那通过这个接口去识别0101的之后 是吧 已经在这个这台设备交换机上已经识别完了 是吧 0101了 实际上设备会接口上会进行处理 这个接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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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个接口 它都是独立的 把你转换为0101的这种代码 那每个接口转换为0101的代码会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这台设备上就有你所有的一个接口的一个信息 对不对 01的信息 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进行处理了 0101 我知道了 你这边发过来的包 好 0101找到一个代码 对不对 代码实际上就可以通过设备进行计算了 是吧 设备上进行计算了 那我们通俗的几种做法 在这个交换机上一个叫做mark地址表 mark地址表 mark地址表 OK这是我们交换机的特点 mark地址表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你看这台设备的一个mark地址发给它 是吧 我们发出数据包的时候肯定有携带 这些信息 那这台设备接口也知道了 mark地址 从我mark地址 比如说A设备在这 B在设备 A你要找B 好 我已经这台接口 我二接口就知道了 我已经在二接口上了 这直接发给二了 有个例子 这台是A 这台是B 这台C 在D 它怎么样呢 当我发送的数据包给它 OK我要访问B A要访问B 那我这台第二个口 对于我这台设备来说 这第二个口是 就是B这台设备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 那我直接就 一就扔给二就可以了 就这样搞定了 是吧 那这种设备 因为我们在早期的时候 早期的时候 交换机实际上是通过一种叫什么 网桥 合一网桥 来 合一网桥 给大家low一网 什么网桥 跟大家有同学问 就是说 我们这台电脑 是吧 发生数据包 发生出来 到这台设备 网桥设备 网桥设备 进行一个 功率放大 类似放大器的功能 也有放大器功能 对不对 还有一个什么 就是说 把我们的电信号 电信号 转换为我们的一个 电信号 转换为我们的 比特 是吧 比特吗 或者转换比特 转换为真 对不对 比特和真 那这时候会怎么样呢 我们发生数据包 就通过我们的比特跟真 定发生了 传递 对 没错 没错 是吧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 这个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可以 这叫网桥 那网桥就有个特点 把电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 电信号 就电流墙 转换为数字 那我们的每个接口 就是一个网桥 交换机的每个接口 都是一个网桥 是吧 每个接口都是一个网桥 不是一封为二 就是说你电信号 比如说我在 批机机 发出来 可能是电信号 对不对 我到这台设备网桥上接收 他把你从电 转数字 就发生出去 把数字的一个发生出去 数字信号发生出去 这个是网桥的一个原理 稍微一了解就可以了 已经被淘汰掉了 基本上没用了 用的很少 而且电视上 电视上还有些 还很少 我既然看不到 好 网桥是数据列入闪的 数据列入闪的 为什么要说数据列入闪的 电信号转换为什么 数字了 数字信号吧 数字信号就是0101 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 真嘛 对不对 二闪的 L2 这位同学说 L2 没错 那数据列入闪的设备 有个特点 就是说 你过来的数据 比如发给他数据 是吧 跟他发过来数据 之间是不会有 是要冲突的 九个例子 就像我们的高架桥一样 比如说 你一辆车到达一个红绿灯 路口 对不对 有高架桥 你就不管红绿灯 对不对 你就直接就过了吧 高架桥 现在北京啊 上海 为什么有一环 比如说我们的二环 三环 北京 北京那边有什么 五环六环都出去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 一环实际也有 是吧 一环实际就是我们的一个 天安门广场的条路 叫一环 记得这样说 福州 福州现在三环 四环还少 还没开始进 四环这样也开始做了 但是还没开通 是吧 那这个环 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点 你看 我车 两边车在交互 一个在天上走 一个在地上走 对不对 就不会这样 冲在一起 这就是打出了一种平面的关系 就是说原来 只是一个平面的一个东西 就地面拉在地面走 对不对 现在变成了一个在天上走 一个在地面走 这样 就是把你纵向拉宽了 这个交换季也是一样的 对 数据电路程 这个可以隔离冲突域的 因为它已经变成数字信号了 数字信号只是你设备进行处理 我在设备就可以处理 对不对 我想让你怎么走就怎么走 数字信号 像我们电脑处理一样 对不对 这就无所谓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能不能理解 能理解回个一 好不好 能理解回个一 我们继续 数字数据电路程 我当年一直想不懂 这个很莫名其妙 对不对 所以说想了各种的方式 找了各种资料 我想像我找的比较多的数据电路程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对 交换机的一个设定 来我们 这后面都会讲了 先别急 对 骂个例子发包 没错 我们先看一下 这台交换机 对这台交换机来说 它有个特点 几个特点 一个是可以同时的发送了 就我们每个机构 这个机构跟这个机构之间 是可以同时发送数据包的 对不对 你这两个机构 要发送数据包的时候 我其他机构不会有影响 所以说它不是共享型的网络 共享型的网络 就是说 你比如说1000兆的带宽 这个机构带宽 你所有的机构 讲起来也不能超过这1000兆 是吧 肯定不会超过的 是共享型的 现在我们使用的交换机 是都非共享型的 非共享型的 非共享型 它的一个转发数例 就是每个机构就千兆 每个机构就千兆了 所以说 这个转发数例 还是非常快的 这是它的优点 而且是全双公转发 刚才说过全双公的意思 高中毕业 有啊 多的是了 看你的能力吧 等一下我们课后再讲 好吧 缺点 缺点是它的一个 比如说一些特殊的功能 这是一张扯当 特殊功能 什么特殊功能 比如像我们的一个QS NAT 是吧 它做不了 QS精细化的 细化的QS也做不了 NAT也做不了 对不对 这是交换机的一个特点 这我后面再说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揭露的安全 广播域 隔离 微量 这后面再讲 不说了 实际上交换机 有考虑的是一个背板内框 比如说我们这个接口 这个接口之间转发 两个接口可以打到千兆 这个接口 接口之间转发 也可以打到千兆 但是说它设备有个性能 性能 对不对 性能 如果这个接口太多了 太多了 转发 对不对 它就影响它性能 性能 性能就是它的一个背板内框 它实际上背板上面 后面也有一些 处理数据的一个带框 对不对 肯定不是说无上线的 往上顶 顶到天也不可能 对不对 来 接下来就继 好 那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网络成功能 网络成功能就简单了 几个例子 因为我们一直讲 一直讲 几个例子 网络成什么东西 像我们现在经常见到一个IP 是吧 大家的电脑都有配IP 例子 对不对 IP例子 你配置的就在网络成 配置IP IP就在网络成 配置各种IP例子 配置的网光 是吧 有关IP的 都是在网络成 网络成 网络成 有什么特点 我们后面会学习的路由 路由也是网络成 是吧 它的一个什么 又分为V4 V6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IPv6 IPv4 我们现在用的IPv4 现在大家电脑用的192.168 192.168 电脑上用的192.168那种的 我10你也看到的都是属于IPv4的 比如说IPv6 就是让我们2001 这种人是IPv6的 这以后会普及 现在先别急 这个网络成 我们后面会详细讲 不用怕 网络成 反正一直看 一直看 问题不大 就怕数据电路程式比较难理解 还有物理程 好 我们看一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 它是有一个叫IP地址 IP地的东西 还有一个叫数据 是吧 一样道理 实际上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发送这个数据 数据吗 好 把这个稍微理解就可以了 好 那在我们网络设备里面 有个叫做路由器的 路由器 大家应该都听过 家里面现在用的什么 WiFi无线路由器 无线路由器 对不对 WiFi 对不对 都是叫路由器 路由器 路由器就是我们所说的 有具有路由功能的 路由器 路由器 是我们的一个网络层的一个设备 可以说是网络层设备 是吧 网络层设备 我们的手法这样的 一层设备 一层是物理层 二层是什么 数据电路层 三层是吗 网络层 是吧 大家应该以后 大家应该以后做项目的时候 都会经常听到一个东西叫什么 一是二层设备 还是三层设备 是吧 二层设备只能支持数据电路层啊 不能支持网络层了 是吧 三层的设备既可以支持二层也可以支持三层啊 是吧 这要是网络层了 什么叫路由 不急啊 路由先别着急 我们后面会讲 你只要记住我们IP地址 比如说配置IP地址 对不对 这些信息啊 是我们的网络层 比如说你们mark地址呢 mark地址的信息嘛 比如说01啊 干什么什么 那个是属于数据电路层的东西 路由我们后面会详细讲 包括你刚才问那句话 什么叫路由 我们原原本本都会告诉你啊 啊 到我们上到那个路由的结合也挺快的 也挺快的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我们特点就不讲了 也没什么好讲了 路由戏有各种各种各种优点吗 各种优点啊 家里面 比如说你在用的wifi设备 是吧 你也知道吗 啊 这个小设备可以进行拨号啊 可以上网 可以发现无线信号啊 等等一些啊 一系列东西啊 如果你们对这个想知道的 等一下我们到那个客后的客后的呃 九点以后啊 你们再问一些这问题吧 好不好 我都会回答啊 好不好 现在我不提前讲啊 不然有些同学都听不懂 那我们网络设备里面几个点啊 啊 看一下这都是路由器啊 路由器 路由器里面就长这样子嘛 啊 比如说他路由器就有接口少 少啊 少是一个缺点啊 接口少 价格贵啊 这个就没什么好说了啊 接口少 少就是说 他的接口有可能就五个啊 是吧 三个五个十个这样子 那些这样子很少啊 接口数非常少 是吧 别人看这个口口 除过来才四个嘛 这接口除过来才是吧 才多少个 是吧 S口 或者E口 是吧 这样子 这接口数是非常少的 路由器就这个点 这个点 对 模块的话啊 模块的话我们后面再讲了 如果有新鲜的东西我们讲 那就机框啊 机框啊 那路由器有什么特点啊 路由器有个最大的好处 这样子吗 隔离 隔离我们的什么 广播 可以隔离广播 广播什么东西啊 比如说我们一台交换机啊 我先说交换机啊 交换机有个特点啊 比如说我每个接口 每个接口 都是一个冲突域对不对 冲突域嘛 就是我们电信号的冲突嘛 叫冲突域 每个机口都是一个冲突域 那冲突域呢 冲突域啊 每个机口都是一个冲突域 对不对 它的冲突域就等于说 不会在这个其他机口上扩散啊 比如电信号嘛 到这个机口上已经没了嘛 是吧 就被转换为0101的代码 对不对 那当我们的广播域什么概念呢 是吧 我们的电脑发送数据包的时候 会发送一种叫做广播的包 广播的包 它发送出来 它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交换机对它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你发送出来 它所有的机口都要接收到 这个包会接收到 比如说我要通知一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一条很宽敞的道路上 对不对 就是一台交换机 是一条很宽敞的道路啊 在那边 你现在想找一个人啊 比如说 你想找一个小区里面的某个人 对不对 你该怎么做呢 拿个喇叭的吼 某某某你住在哪里 是吧 你拿喇叭狂吼 对不对 在路上一直叫 是吧 直到找到这个人为止 这是一种方式啊 这是我们广播域 如果是春度A什么概念啊 春度A什么概念啊 春度A如果说你要出去啊 找一个人啊 对不对 你不是这样子了 你发送的所有的东西啊 你都要给每户人知道啊 每户人知道 你发送所有东西 每户人知道 而且你在发送的时候 你出门的时候 别人就不能出门了 是吧 这个是什么 春度A对不对 你出门的时候 别人就不能出门了 广播域什么特点啊 广播域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种交换机下发送广播什么样的 虽然它发送广播对不对 但是说你在发送的时候 别人也可以发送出来 就没有什么春度的一种概念啊 对不对 就是这两个概念 得搞清楚 广播 这种叫 某某你在哪里 是吧 在班上也是一样 大家也这样叫法嘛 对不对 好 这是广播域 跟春度域的一个特点 如果还搞不懂的东西啊 脑袋瓜里面再想想 是吧 春度域就是你在外面的时候 在外面找人的时候 大叫的时候 对不对 没其他人是没有啊 坑声的 没有啊 支声的 对不对 等你叫完了 才能轮到你叫 对不对 换一个人叫 对 是这样 如果广播域怎么样呢 广播域 广播域啊 广播域实际上 你也要出去叫 去找这个人 没错啊 找这个人没错 但是说 你这时候去找啊 在交换机站找 对不对 你去找能 A去找能 B同时也可以找能 对不对 大家可以同时叫啊 你叫我也叫啊 对不对 无所谓嘛 我找你 你也找我嘛 无所谓嘛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它的优点 广播域的春度域的特点啊 好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的广播域 需要通过什么设备隔离呢 需要通过叫做路由器的这种东西 因为路由器 每个接口都可以隔离广播域 比如说我们广播域啊 发给它 这个接口是不会在发生 给它的 是吧 我们正常这样理解 我们后面还有几种特殊的情况 等一下再讲啊 好 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出来 是吧 像我们大的FFFF的广播 大广播是不会发生出来的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台hub 我们有多少个春度域 等一下别急啊 先说 有多少个春度域 这个hub 一个 广播域呢 也一个 好 这个应该简单啊 这个是什么 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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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有多少个春度域 有多少个春度域 这是hub啊 下面是hub 知道多少个春度域 两个同学也有一个同学也有啊 问你啊 这是个晚桥啊 对于上面这块来说 它是个数字信号 对不对 对下面来说也有个数字信号 对不对 那这个你会觉得你看上面发生出来的数字信号被转换回数字信号 下面方上来包也是转换回数字信号 那你上面是算一块吗 下面是不是也算一块 没问题 那是几块 春度域几块 有几个 两个吧 是吧 这这没错吧 那问你多少个广播域 广播域啊 广播域刚才讲过嘛 你等于说一个喇叭来狂吼嘛 对不对 虽然你路很大 对不对 你管喇叭一吼 是不是整个小区的人都听到了 是不是就一个嘛 对不对 好 这是一台交换机 交换机 好 有多少个春度域 是吧 就是汉本 汉本 到个 是个 广播域呢 好 广播域都很好 大家都回家 对啊 广播域到个 一个 有哪位同学可以做那种啊 比如说 我是风格线 风格一下啊 等一下我们就回答问题 我就知道了 到底回答哪个问题啊 好吧 是吧 之前同学都有这样子 是吧 我是风格线 搞一下 OK 下面 交换机 没有 有冲突域啊 他一个接口是一个冲突域啊 对不对 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是个冲突域嘛 这个接口是个冲突域嘛 对不对 他肯定每个接口都是个冲突域啊 是吧 每个接口都是冲突域嘛 他肯定也有嘛 比如说 我这台电脑发出来出去吧 对不对 他会转换嘛 那是不是算一个了 对 是不是这样子 对 这位同学这个说没错了 传说中的风格线是这样子啊 之前同学也这样子 扔一个风格线 下面回答问题 下面回答问题 就可以封清楚了 每个接口都是把它转换为数字信号嘛 是吧 那每个接口就是一个冲突域嘛 这个能理解吧 好 为什么是广播域啊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的一个交换机 它是对那个广播是没有免疫能力的 你拿个喇叭在这边狂吼狂叫 对不对 你你你家里面相当于说没有隔音设备的 你家里面就是裸奔了 是吧 你家里面就是给大家随便能听到的 是吧 人家拿喇叭一吼你整个 整个小区你都能听到的 这是一个特点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来风格线 来来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啊 路由器啊 路由器 这台路由器 是吧 路由器啊 那我们说这个 路由器啊 我们有多少个冲突域呢 我看一下 有几个接口 几个 我们先说冲突域有多少个 三个 三个 有些东西有三个 有些东西有四个 哎我们数一下吧 一个 是吧 这是一个吧 一个接口肯定是一个冲突域嘛 路由器嘛 路由器啊 他相当于什么概念 路由器相当于说 你就是被刮在一个那种隔音效果很好的一个房子里面 就在一个隔音效果很好的房子里面 外面的喇叭随便叫你完全听不到 关我屁事对不对 我只能听到一点点声音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 稍等一下 有个敲门了 稍等一下 接下来继续哦 接下来继续 那这个路由器啊 这路由器啊 这台路由器啊 有几个 几个冲突域啊 四个 为什么 每个接口都是个冲突域嘛 这个 啊 这个 比如说这个路由器是什么 什么好处呢 是吧 这讲图示了 是吧 四个嘛 为什么四个 因为它有四个接口 每个接口 路由器来说 每个接口都是个冲突域 也每个接口是不是一个广播域呢 是不是广播域呢 我刚才说过了 路由器的每个接口 它都可以隔离广播 隔离广播 对不对 你广播是不会穿透过来的 不会穿透过来的 是吧 所以说也四个 接口 紫接口也算啊 紫设备 接口下的紫设备 每个接口单独算 我们算单独的接口啊 单独的接口没错 哎 实际上啊 实际上 这个图如果你要细击啊 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啊 比如这条线路啊 里面可以拆分成n条线路 也可以拆分10条 20条30条线路 好吗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实际上你默认认为它只有 就是4 4 这个多少 这个4 1 这个多少 21 这个多少 11 就可以了 记住就可以了 单笔路由 没错 我们后面再讲 哎 这个答案都有了 大家看一下 没什么好看呢 简单 接下来呢 一个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就是外层一层 那塑料 这层是一个 包一层薄 中间是一个囤星啊 囤星啊 好吧 接下来我们那个什么 碗线 碗线这种双角线 两条线绞在一起嘛 叫双角线 我们刚才说屏蔽哦 屏蔽的双角线 就是说外面加了一层屏蔽嘛 做把我们磁场 电磁场给屏蔽掉 这是什么 屏蔽的双角线 非屏蔽的双角线 就是说 你没有加那个外层的一个 我们那时候说的屏蔽线啊 屏蔽线 对不对 这个是这种特点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它这种RG数 RG数啊 RG数是我们的一种 像这种线嘛 RG数 我们正常用的网线嘛 都是RG数啊 这么多 一台交换机设备差这么多线 很正常 很正常 我之前有设计了一个很恶心的一个设备啊 啊 就被人骂死了 后面就没没落地啊 设计了 一台设备接了500500个口 是吧 那个原来是想落地的 就后面被人录了 啊 被大家说 我靠500个线 不线成本就要去 不是不线什么 就线布起来就黑烟压一大片嘛 对不对 而且走线不好走 啊 这个差点落地了 还好后面杀猪脚了 啊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 好吧 这个挺牛逼的 500根啊 500根往线 而且是6类线 不是我们所说的细的线 是粗的线 而且是屏蔽的 啊 我就不说了 说了 人家被人骂 我 等一下我再说 我再说 500根 差一点我就落地了 是啊 就后面 就后面怎么着 等一下再讲吧 说太多了不好 啊 这同头 同头电脑啊 同头电脑 我们见的比较多的 就是像那种B路线嘛 中间一个洞嘛 是吧 一个囤心嘛 把这个囤心插进嘛 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啊 类似这样子 那为什么需要有线要把脚在一起啊 脚在一起有个好处啊 他可以 防止信号干扰 干扰嘛 降低干扰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特点嘛 啊 也是个彩色的 我们彩色的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啊 我们基本上使用的是B类的 我基本上都被B类的 其他我都不被 我就被B类的 呈白成绿呈白成绿白蓝蓝蓝绿中白中啊 这是我们的线的一个顺序啊 大家记一下 呈白成绿白蓝蓝蓝绿中白中 这个大家记一下就可以了 对 RJ45是接口类型啊 对 双鸟线是网线 没错 双鸟线有这种叫法 对 我基本上喜欢叫RJ45啊 应该叫习惯了 从那种干毕业的时候一直这样叫 对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你线续可以记住啊 实际上你不记着线续也无所谓啊 比如说两条一根纹线对不对 两边头做的是一模一样的线续啊 就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这叫什么 直通线 直通线啊 直通线 记住就可以了 双角线就是我们的线续 一根是一个头子做这个了 一个头子这个了 叫双角线 双角线啊 不是 这叫什么 反转啊 叫什么交叉性 说说了 交叉 不好意思 交叉性 直通线现在实际上没有什么交叉性的概念了 你不用管其他 因为早期的时候有交叉性的概念 比如说像我们的 囤准设备一定要使用交叉性 不囤准设备 所以是要使用直通线 现在都无所谓了 是吧 我早期的时候 我之前就刚毕业出来的时候是有这种要求的 现在基本上没了 没了 很难见到了 但是你们老古董设备还是有的 是吧 做水做网线你们自己玩吗 我就没什么说 还有一个电压 而不是正负极啊 正负极 激数的为正极啊 激数为正极啊 偶数为负极啊 偶数为负极啊 这个有兴趣的东西去折腾一下就可以了 我之前有稍微搞了一下这个东西 偶数为负极啊 那大家只要保证1236 我们网线有八星嘛对不对 八星啊 你其中的保证1236 六星能通就可以了 而且四星能通 这时候就能协商起来了 但是这时候协商的速率 如果你是千兆的 他协商不起来了 他只能达到百兆 1236 还有四根线能通 他只能达到百兆的这个数率 而我们呢 1235678 所有的线都通呢 才能达到我们的 千兆 还有四根来干嘛 有点叫法的备用 还有点叫法是什么 PoE 供电 是吧 PoE供电 是吧 供电啊 PoE供电 可以拿后面的四星来做供电 怎么玩 具体怎么玩啊 有些人有些自己去折腾一下 我前面也讲过了 啊 我们在前面的课也讲过 但是说这个点 同学没什么兴趣啊 也就不讲了 PC机跟路由器是为同类的 比如说我刚才讲过嘛 同种设备 比如说 一台电脑跟一台电脑之间相连就要用 交叉 对不对 P机跟 PC机跟路由器呢 中间也是要使用交叉 因为PC机跟路由器属于同种的 PC跟 交换机呢 按道理应该使用直冲的 是吧 这个是早期的规定啊 是吧 不同的设备之间要使用 不同的 不同的设备要能直冲线 同种设备使用交叉线 所以这个早期的 现在就没这种规范了 没这种规范了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你们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就继 接下来就行 交叉线 交叉线 我们刚才啪啪啪讲了 现在怎么用 现在 现在就做法这样了 现在无论你什么设备啊 比如说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交换机或者路由器 都实现什么 直冲线了 是吧 你们电脑 PC跟PC之间 我们拉条网线 直接就可以用了 早期电脑跟电脑之间 是没办法用一条直冲线 必须使用交叉线才可以的 交叉线才可以的 好吧 早期是这样的 现在没有这要求了 是吧 你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对现在就没什么事 你不管直冲线 还交叉线 插上去就可以了 是吧 那我们早期的时候 几个点 稍微瞄一下 你稍微瞄 像这种设备 交换机跟路由器 只要用交叉线 交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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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属于交叉线 这直冲线 有兴趣的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现在都没用到了 我就不讲了 好 这屏蔽线刚才讲过的嘛 外面多了一层铝箔 铝箔装 铝箔片 对现在都自动识别啊 但是你碰到一些很奇葩的设备 早期的设备老设备就会 你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讲到关签了 关签了 关签里面是一个玻璃心啊 玻璃心啊 玻璃心啊 中间是一个玻璃心啊 但是玻璃心是用那种 可以折一下 折一点点 可以折太多就会有问题啊 不能折成那种 角度啊 是那种 很偏的角度啊 折死的角度 比如说你折一个那种 很欧的角度啊 里面玻璃心就歪了 欧了 那你就没得完了 玻璃心啊 心 芯片的心啊 玻璃心 这玻璃心好 折90度 你只要幅度大一点 还是没问题的 我们之前都没问题啊 但是说你只要直角看 就脆了 那你就正假了 很脆弱的 但是关签有好处就是说 不受干扰 不受干扰 而且便宜啊 只要关签只要好了 关签还是贵 那那种 对 绕着八字形没错啊 都是这样子看 现在这样盘呢 哎 我现在这样子 现在这样子 是吧 捆 最近把捆在一起 无所谓 哎 这图画的不好看 插屏了 这样子 是吧 你要把线板起来就这样板子 今天板一下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我之前也这样子 对 你们有没时间朋友可以先走啊 我们现在剩下内容也没什么重要的 关键线几个点 我们说说完下 好吧 就剩这一点了 关键线讲完了 看一下有什么内容 啊 这个后面就没什么了 就剩关键线了 关键线我们注意一个点就行了 一个是单膜 我们这个讲完嘛 讲完下个好不好 马上讲完 关键线也分为什么 单膜 跟多膜 单膜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可以超过 比如说我们多膜 是两公里的 两公里啊 两千米 我们单膜呢 是可以超过两千米 是两千米以上啊 可以超过两千米的 比如说我们六十一公里都可以的 公里啊 最长的六十一公里啊 单膜的膜块很贵 单膜的膜块线不贵啊 膜块贵 单膜 关键有分为单膜 多膜啊 单膜就等于说单色光 一束光 这时候它的一个距离可以传说很远 而多膜呢 它有多种的光 多种角度的光 所以说 多膜 漏眼是能看的 漏眼可视啊 单膜是不可视啊 是吧 这个你们要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这是单膜跟多膜的一个特点 啊 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传球距离啊 是它最致命的一个点 是吧 其他的就没什么了 啊 比如说 有些东西说什么 FC线啊 对不对 这前面都不讲了 没什么好说 我前面有说过 大家看过 LC的 LC的几个线就是这样子 看这种 一搜一发 是吧 是吧 一搜一发 当膜的情况别看啊 当膜的眼睛不能看啊 当膜的情况不能看啊 对 千万不要看啊 你们不要拿眼睛看啊 建议你们这样子 你们线如果插过去 顺序有问题啊 倒一边插就可以了 啊 我之前有看啊 看了眼睛感觉有点难受啊 建议你们不要看啊 确实这样子会有问题 对 对 啊 是这个意思啊 对着一个纸嘛 你纸嘛照在纸上嘛 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有个红色光啊 基本上红色光 这是我们的线揽 线揽就没啥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诗科的三层设计模型啊 设计模型啊 这里面包含几个点 也是我们后面讲的 这没什么要讲核心层 截录层 还有我们截录 啊 核心层 汇聚层 截录层嘛 后面再讲 好 这个我们后面 对 对 对